今天来做蛋蛋白棒能量棒 香草奶昔两勺 然后配一勺蛋白粉 这是一餐的量 做蛋白棒肚子饿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来当零食 做完运动后也可以用来当大一餐 其中不掉也可以吃 然后你可以用清水把它做均匀 又可以用搓汁牛奶或者酸奶也可以 我选择用酸奶 然后用手去把它做均匀 放一点老人头麦片坚果核桃 你要放少一点 多的太胖了 我一下子不小心放多 然后把它做均匀 把它放到烤盆里压压平它 然后就可以放在烤炉里了 180度30分钟 现在已经烤好了 然后再切块 蛋白棒完成了哈 这个修身增肌保护感极强 我们这个是只有9克的果糖 平常你吃外面的食物超市买的蛋白棒呢 太多糖了 会让身体酸性很容易有炎症 再做一款用冰箱冷藏的 就放水的栽纯蛋白饼 这个是胶原蛋白 一勺 我做少一点分量 一勺青霉粉 一勺蛋白粉 巧克力奶酥 刚好一天的分量 两勺奶酥 一勺小豆粉 放一点凉开水 不要放太多啊 你可以等一下不够再添加 然后呢 就把它搅均匀 搅到它 放在一个小盆里 然后呢 让它定型 然后放冰箱冷藏 两个小时 定型 就这么简单 巧克力隔水用框 这个是纯奶酥棒哈 这是用冰箱冷藏的 冷藏 这个是巧克力棒 这是烤出来的 然后再冷藏 这个是燕麦奶酥 坚果棒 这里面也有坚果的 能量棒 这个是能量棒 肚子饿的时候可以吃 可以减脂哦 Bur количество 拜拜 China B subscribing 我还是这些 B 我來吧 我吃了嗎? 蛤? 这个是我们康宝来公司这个蛋白棒 这个是健济蛋白棒 一条20克蛋白 运动前后吃了增强蛋白质 这个是零食蛋白棒 任何人都可以吃的 一条有4克蛋白 这个是迷你庄 这个有香桃味 还有新上市的牛奶浇肠味 还有这个 还有柠檬味 然后呢 这个是迷你庄的 然后呢 这个是一条 这样子有六条 是长形的 这个这个也很好吃 改良的 现在改良很好吃 这个也是五股蛋白饼 针对对豆类过敏的 然后呢 这招款呢是长形一条 还有十四条 这个是柠檬啊 花生啊 杏仁啊 这样子 然后你看这个是康宝来公司的蛋白饼 给你看看是什么样的 很好吃 很好吃哈 这个是我今天早上做的 我做的也不错 这个也很好吃 这个也很好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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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加热吧